洗衣禮所以比較慢 那大家剛剛也吃麵包了 所以不會很餓 所以今天我們會破例 超過12點讓大家吃 但是我會盡快 那我們因為 那個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上課 上到4月15號 我們要出國的早上 還有上課 上完課晚上大家回機 那從今天到出國中間 只有一個禮拜可以休息 就是4月1號復活節 那其他通話要上課 來今天我要講耶路撒冷的下半段 這個就是 夕陽下的耶路撒冷 來這個再複習一下 這邊是歐洲亞洲非洲 中間是什麼 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這麼重要 所以再重複一句 基督徒一輩子 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基督徒一世人 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來這就是以色列 跟台灣很像 這是湯汪汶 這是耶路撒冷在這邊 但是他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二大 比台灣還小 人口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那我們現在是 耶路撒冷我們簡單介紹 第一個他的歷史 我們用城牆 城牆的變化 來把它分成十個階段 就是這幾個 大衛啦 索羅門啦 西西迦 這十個階段 那這個是耶路撒冷的城牆就是這樣子 現在城牆就是這樣子 等於今天會介紹更詳細 這個是他的城牆 那這個城牆的變化呢 這樣子 大衛的時候只有 耶路撒冷只有這樣子 索羅門的時候只有這樣子 西西迦 比西米又縮小了以後 一直這樣子 用這十個階段 來了解耶路撒冷 那他的地理呢 我們說他有很多個穀 這個是耶路撒冷的城牆 那旁邊有些穀 這是吉倫穀 聖經常會提到這個 行政的穀 還有這個 這個聖經比較沒有講到 這兩個常常講不到 那他的山呢 這個穀以外 這個旁邊有 我們知道 耶路撒冷是旁邊有七個山 它是七山中間的 這邊有橄欖山 這邊有二維勒山 這邊有西安山 這邊有鬼詐山 這邊是分水嶺山 這邊是聖經山 反正這裡有很多山在旁邊 耶路撒冷就在中間 那耶路撒冷我們 介紹了他的景點 我們把它分成舊城、新城 舊城裡面又包括這五個 我們把它分成五個介紹 另外一個是新城 它是這樣子 這個 就是那個城牆 它的上面這邊 就是新城 在這邊 下面這邊 通通通叫做舊城 這邊就是舊城 舊城 舊城裡面要把它分 分成橄欖山 達會古城 西安山 吉隆古 跟古城 這個古城 把它分成這幾個 那這幾個我們上次已經介紹過了 上一次我們介紹的 這第二橄欖山裡面 我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這幾個 科西瑪利亞 萬國教堂 主教堂 主導文教堂 主聖天教堂 主祁教堂 柏大寧就是這個 這是耶穌時代 到現在還留著的橄欖樹 已經三千年了 這裡有萬國教堂 這裡有主導文教堂 裡面有一百多個 世界各國語言的主導文 這是我們中文 主聖天教堂 主祁教堂 然後這個有 拉薩路的 今天拉薩路 這是拉薩路的墳墓 那邊是他的教堂 好 那大衛古城就在這裡 大衛古城在這個 這個城牆的外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有看到 基信泉 有華麟錦道 西加水道 還有西洛雅池 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是城牆 這個基信泉在城牆的外面 然後西加因為養樹來打 他們裡面怕沒有水 從這個基信泉 從這個基信泉 他做了水道 做到西洛雅池 基信泉 那這邊有個華麟錦道 他是這樣子 基信泉在這邊 然後他挖一個西加水道 這樣子到西洛雅池 那這個上面有一個 可以從這邊直接就下來的 這就是華麟錦道 這邊一下去就接到西加水道 這就是華麟錦道 這就是西加水道 然後出來就是 到西洛雅池 這是大衛古城 接著在西安山 就是這個地方 西安山我們可以看到 基民教堂 最後晚餐楼 還有大衛總 這是基民教堂 你看到這個公雞就知道了 彼得山是不認足的紀念的地方 然後最後晚餐的馬可樓 這個因為當初被回教占去了 所以他這邊呢 就做了一個回教那個堪 然後這是朝那個聖家 那個他們那個敬拜的地方 那大衛總 因為大衛屍體不在這邊 他們就把大衛的衣服放在這個地方 叫做大衛總 好 那基文系 我們上次講過了 基文系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一個谷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幾個木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會看到這個 鴨沙龍柱 為什麼叫做柱呢 因為聖經在三摩紀下要講 鴨沙龍活著時候 在那個谷裡面 立了一根石柱 他說我沒有兒子 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名 做一個石柱 叫做鴨沙龍柱 所以這個是鴨沙龍柱 好 這就是以前我們介紹的 那 耶路撒冷還有很多 我們就今天來做介紹 這個是我們二十四年前 耶路撒冷的清晨就是這樣子 來 這個我們 耶路撒冷我們分成舊城跟新城 我們這個已經介紹過了 今天要專門來介紹古城 這個古城呢 就是什麼呢 包括 其實古城我們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個這個城牆 它有八個門 我們都會介紹 然後呢 介紹這個古城區 這個另外一個聖殿山另外介紹 所以有八個門 然後古城區跟聖殿山 整個古城就是這樣介紹 那城門古城區跟聖殿山 來我們來看城門 其實今天去看到這個城門呢 大約快 五百年前建的 蘇利曼大帝建的 它用鋪那個鋪 那個鋪級大帝 鋪袋來說 用很多很大的石頭建起來 對 高到十二公尺 有八個門 那當時候你們知道 它們是騎駡駝騎馬打戰的 所以這個城牆建好 如果這個門是 這樣直接碰的話 它的馬什麼都可以衝進去 對不對 所以它們就怎麼做呢 這進去以後 先擋一道牆 你要轉彎 做L型就對了 進去轉個彎 才能夠進到裡面 它們以前城牆是這樣子的 這個八個門 那後來 因為現在也沒有肉頭也沒有馬 對不對 車子要進去不好進去 所以要改 改成把那個牆拆掉 直接給碰過去 但是八個門裡面呢 還有三個門 西安門 雅法門 大阿斯格門 還是導致那個L型 那其他的門呢 為了要讓騎車子這樣直接進去 就把它拆掉 不是L型 好 那這個八個門 就照持續 我們從這邊開始 這個是獅子門 從這邊開始介紹 照這個方向 介紹八個門 這一個大阿斯格門 雅法門 西安門 這三個 還是L型的 就是進去轉彎 才能夠進到裡面的 來 第一個 獅子門 這就是八個門 第一個 獅子門 用這個聖 斯蒂凡門 他們認為 斯蒂凡 當時後 應該在這個附近 被 吃肉打死了 好 這個獅子門呢 是這樣子 這一個獅子門 這獅子門 那就是蘇利曼大帝 要 他還沒有見這個城牆 之後 他打到耶路撒爾的時候 連續三天晚上 夢見四個獅子 可能二個獅子 向他撲過來 他就問他的摩世 這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摩世跟他說 好像上帝 要你保護這個城牆 保護這個帝王 耶路撒爾 你看他見城牆 把他圍起來 保護他 所以他就真的 見城牆 就見了 這是蘇利曼大帝建的 他見到以後呢 就放四個獅子 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叫做獅子門 第二個犀利門 在這個方 這個犀利門 又叫做花的門 因為這上面 有個像花一樣 所以叫做花的門 這個地方就是 耶穌最後要被犀利 審判的時候 可能就是經過這個門 被解進去的 那大帕四個門 就是在這個第三個 這個大馬四個門 是最大的 最華麗的 這麼大的門 你看人那麼小 那這個地方 這個廣場有一個柱子 這個這樣柱子小 我現在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但是等一下 有張圖會看到那個柱子 這個柱子就是什麼 當時候羅馬時代 你這個地方 跟那個地方有多長的距離 就是從這個柱子 到那邊一個柱子 這樣量的距離 這個柱子就在這個地方 大馬四個門前面 第四個是新門 是在旁邊這裡 這個新的門 它不是蘇利曼建的 它不是蘇利曼建的 這是後來再建的 為什麼會建這個門呢 因為這個門在1889年 他們為了要方便基督徒到外面 到外面的機構通過的時候 你看這個門是新的 你看它是直接衝進去的 但沒有一個L型擋住在進去 這是新門 第五個是越他門 就是亞法門 這個地方 這個還是L型的 這個城門呢 它就是L型 但是1818年 德國皇帝要來 他的車子 不可能進去轉彎出去 對不對 他就把那個旁邊的車槍拆斷 讓他車子這樣直接過去 但是這個門還保持L型 這個你看 它是這樣進去轉進去的 進去這樣左轉過去的 好 這個晚上看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馬來福音 十九章二十節 來大家一起念 我又告訴你們 若佛穿過真的眼 比財主竟比神的果還容易 大家知道什麼是真的眼嗎 大家一直想那個 江嘛對不對 在庭上的江對不對 那個江 那個一個孔 你想想看 若佛怎麼穿過那個孔呢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即使錯了 你看 若佛怎麼穿過這個針 這個針這麼小 怎麼穿過這邊呢 對不對 原來 這個針的眼 針眼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 他們那個門 那個大門都是兩扇 那個門 都有兩扇很大的門 很重 白天開開 晚上就關起來 關起來 晚上人要怎麼過去呢 開個小門 這個小門就是針眼 所以晚上 我們人可以從這個小門過去 小的爐子可以從那個過去 落佛好過去嗎 不好過去 你看看 這個落佛想要過去的地方 你要怎麼辦 要把東西通通拿下來 然後他那個背部就是那個雙峰啊 那個峰啊 那個峰怎麼過去呢 對不對 所以落佛要穿過這個小門 這很困難的 富人要進天口也是一樣 是這個意思 這也是這個意思 好 好 西安門 在這個地方 下面這裡 這西安門 當時候1967年 在那個中東戰勝的時候呢 在這邊發生很大的槍戰 所以你看的時候呢 這邊 一個洞一個洞 都是戰孔 那個 槍打過去戰孔 那不是裝飾品 那是戰孔 這個通通是 這是我們去看的時候 看到的 很多戰孔 好 那一個分場門 就在下面這邊 這個分場門 這個分場門呢 後來整修過了 經過兩次整修 他以前小小的 這就是以前留下來的 他以前只有這麼小 的那個小小的門 現在把它擴大 也是直通過去 你看車子可以直接過去了 就是行的門 那第八個最重要的金門 金門在什麼樣 右邊這邊 聖殿山在這邊 旁邊就是金門 耶穌就是從那邊 踢旅進來 這個地方金門 這個 他有兩扇 兩個這樣子 兩扇門 這個門呢 一個叫做恩典門 一個叫做悔改門 所以以後要悔改 以後從悔改門走進去 才能夠進去得救 那悔教徒呢 在第七世紀的時候 建這個門 他當初是做了瞭望太陽的 那後來呢 十六世紀突如其人來了 就把它拆掉以後 就建了一個大的門 突如其建的 但是呢 這個突如其建的時候很奇怪 他就把門封住了 建好又把它封住了 後來呢 回教徒又把那個墓 公墓就給他 設在門的外面 就像這樣子 你看啊 這不是金門嗎 外面怎麼都是墳墓 原來他們這些人呢 就要 就補上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一直傳說 以後彌撒要從哪裡進來 東門 要從東門進來 所以他們 好啊 你彌撒要外面 我把門封住 那你們 猶太人 是這個墳墓 是比較誤會對不對 我把墳墓丟在這邊 看你能不能進來 結果呢 他這些一封了 以後呢 就正好應驗了什麼 以西節四十四章 第一節到第二節到 來一起念 這朝東的門必須封閉 因為 這以西節是主權幾年 五百多萬年 五六百年的時候 他就一緣了 這個門會封起來 結果封就真的封掉了 現在金門就是封住了 那等什麼 等將來 彌撒要從這邊進去 這是跟聖堅 有關係的 那後來他們在這個門下面 要關起來 好像有一個門 以前的門 這個門很可能是 第二時代 索羅伯伯回來的時候 弄的時候 有一個門叫什麼 彼得不是在那邊 一隻一個缺腿的嗎 那個門可能就在這個地方 這時候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有一個人在那邊 裝大衛王在那邊探險 好 這就是 那個古城裡面的八個 那我們來看這個古城 裡面這個古城區 聖堅山不算 另外一個古城區 就是這個 這個 我們耶利撒童 最主要就是要看這個 這個古城區 聖堅山不算 這個古城區 我們把它分成四個區 基督徒區 亞美尼亞人區 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 這個基督徒區裡面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看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聖木堂 然後還有苦路的 第十戰到第十四戰 這個苦路我等一下會介紹 他們把耶穌被開始帶荊棘以後 開始走走走走到各個山 這一段路呢 他們把它弄了一個十四戰 那麼第十戰到第十三就是最後 最後那幾戰呢 就是在聖木堂 也就是耶穌最後被定時之下的十 那地方就是什麼 各個山 所以各個山上面他們建立一個 教堂叫聖木堂 這個意思 這個地方聖木堂 然後苦路是從這邊開始 苦路是從回家去開始 我們一直走走到這邊 有十四戰 那這個第十到十四 通通在聖木堂裡面 而這個聖木堂呢 就是耶穌最後定時之下十 埋葬戶 可能空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講的各個他山 就是現在建這個聖木堂 這個以前在羅馬十代的時候 他要逼迫基督徒 那他們很多在紀念耶穌的點 他們要給他消滅掉 所以他就把那個禪掉以後 就建成一個神廟 但是後來到第四季的時候 基督教變成羅馬 在羅馬上就變成國教了 國教以後呢 那個國王的媽媽 就來這邊要去找 而且耶穌那些很多項 結果人家就告訴他 啊很好 那個整個神廟下面 就很通通事了 所以當初的神廟 就等於把耶穌很多地方 就表示指標了 所以通通找到那些地方了 這個聖木堂就是基督教的媽媽 海魯納下命令要建造的 建材以後 雖然又被毀掉 這也是重建的 到一零一九年 這回教圖 不是引起十字經東征嗎 十字經東征來的時候 建的就是今天看到這個 十字經世代建的 今天看到了這個 那這個裡面呢 很多教派 在那邊 很多基督教教派 一個人站一個地方 一個人站一個地方 所以那 土耳其皇帝的蝦命令 維持現狀 裡面不能夠更改的 所以從那時候 185年到現在 150年喔 通工沒有改變 到現在還是 他一直喘下 一直喘下 就好幾個教派 在那邊管理 裡面有希臘正教 龍馬天主教 然後裡其他一些鴨蝦 很多 現在裡面先看來 那個整個裡面 很只有一個聖木教塔 一個教堂就是很多的教派 一個人管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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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聖木塔裡面 那這個苦路的 第十戰道 其實在這裡面 這等一下再介紹 這個苦路啦 好 第一個是 那個基督教區 第二個 亞美尼亞的區呢 這裡面 比較重要的一個就是 大衛塔 大衛塔 亞美尼亞人站 這地方 這個大衛塔 現在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 那個國務館 好 這個亞美尼亞到底是水啊 這個亞美尼亞 是一個很古老的一個民族 他們 世世代代呢 都居在伊拉克的北部 就是亞拉拉山 那我們知道 以前的方舟 停在什麼地方 亞拉拉山 亞拉拉山 那他們一直認為 那個方舟 還是要那個地方 而且 有人看到方舟 但是那個地方 是金氏區 所以現在的通通不能進去 一直懸在那邊 到底方舟有沒有在那邊 大家都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但是他們很相信 方舟就是在那邊 所以他們對神 非常的獨信 那他們也是一個 第一個 全世界第一個 接受基督教 為國教的一個國家 那他們也是 被欺負來欺負去 就跑來跑去 就有的人 就跑到耶路撒冷來了 就留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衛塔 現在是耶路撒冷博物館 這是現在建起來的地方 這現在是博物館 裡面呢 很多 迦南人 西伯來人 希臘人 斯基的時代 土耳其時代 阿拉伯時代 很多時代 留下來的歷史 都在這地方 它的外面呢 還有一個 那個 聖殿的模型 第一聖殿 第二聖殿 第三聖殿 還有 以前的歷史 土片 什麼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可以看到 這是第二個區 第三個是 猶太人區 猶太人區 裡面 它是比較 這個 那個 古城的下面一點 那這個地方 也發現一個 柱朗大道 但是這是這樣子 這猶太人區 封給他們 以後呢 他們就先派 考古學家進去 先考古一下 然後覺得 這個地方 沒有問題了 裡面才會再建 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去那 會看到什麼 舊的 新的都會看到 因為它在下面這個地方 他們就 那個 派很多考古學家進去 看過了 才讓他們建築 所以現在有很多 現在的建築物 也有很多 舊的建築物 那有舊的建築物 最重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 柱朗大道 什麼柱朗大道呢 這個 柱子一條 他們發現 這個柱子很 那個柱朗道很長 那 他們在清了 就是196年 清了的時候 在發現的 那他們發現以後 他們去對照 那個馬達巴地圖 好像有這個柱朗大道 那什麼叫馬達巴 什麼叫馬達巴地圖呢 這就是在約旦 約旦有一個馬達巴 它裡面有一間聖喬治教堂 就在教堂裡面呢 有一張圖 是六世紀的時候 耶路上的圖 那個圖 那個圖呢 是230萬個小小的罪片 變起來的 什麼樣子呢 就這個樣子 非常漂亮的一個 耶路上的地圖 它的柱朗大道在哪裡 你看 這個柱朗大道 這個柱朗大道 從猶太區 一直往上通 通過什麼地方呢 最上面那一層叫什麼 大馬士革城 這個 大馬士革城 我不是說那個最大 最華麗的嗎 對不對 前面有一個柱子嗎 對不對 那就再量那個距離 你看 柱子都在這裡 所以 這個呢 他們在猶太人區 就發現這個柱朗大道 它跟以前這六世紀留下來的 這個圖一對照 果然沒錯 以前耶路上的地圖 就是有這種柱朗大道 這些碰到大馬士革城 好 第四個區 就是穆斯林區 就在上面這裡 好 會叫土區 這個地方 有畢士大使 聖南教會 安東尼堡 還有苦路 就是從這邊開始走的 來 這個地方 畢士大使 聖南教會 安東尼堡 還有苦路 來 第一個我們看畢士大使 畢士大使 在聖經有講過 畢士大使 有五個狼 那大家知道很奇怪 一個池子 不是四方向 不是四個狼嗎 那為什麼有五個狼 所以他們說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講五個狼 好 那這個池子 本來是屬於聖經的一部分 他們說要 獻祭不是要養 要喜嗎 對不對 所以就叫羊尺 那時候是西岩潛二世紀見的 那後來 他們考古學家就找到 欸 這兩次發現 很大的一個考古狼 發現 果然是五個狼 五個狼 為什麼有五個狼 就是這樣子 它這兩個池子合在一起 所以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狼 真的就是五個狼 所以我一直強調 聖經考古學就是這樣子的 他們現在一直考古 一直考古 每次考古一個出來 就去證明說 聖經在那邊講就是這一個 好像這一個 他們找到一個五個狼 真的 為什麼 畢士大神 他說五個狼 就是這個狼 所以聖經考古學就是這樣子 現在每發現一個考古 就更證明聖經這一點是真的 再發現一個考古 又說這個是真的 到現在沒有一個 那個發現是說聖經是不對的 到現在 聖經考古學就是這樣子 果然是聖之五個狼 那這個池 差不多有13公尺深 但是因為這個太久了 所以這個以前可能水乾的 上面就建聖殿 又毀掉 又建聖教堂 又毀不是聖殿 建教堂又毀掉 建來建去的 所以現在裡面發現 這個畢士大神裡面很多的 以前拜占寧時代 十一時代留下的遺跡 就這樣子 它這都有標示 這邊都有標示 標示什麼時代 什麼時代 這是我們二十四年前造的 就是這樣子 它會標示哪一個時代 這是畢士大神 那畢士大神旁邊 有一個聖殿教堂 這個聖殿教堂 比較不那麼重要 因為這個聖殿教堂是一四年前建的 他們是紀念瑪利亞 他們認為瑪利亞是在這個地方長大的 所以就是說 他媽媽 他媽媽以前可能是住在這個地方 他媽媽叫做安 所以把它叫做聖安教堂 這個教堂呢 是實際的留下來 比較漂亮比較完整的一個教堂 就在旁邊 就在畢士大神旁邊 第三個是安東尼堡 安東尼堡就是說 大西在建這個聖殿的時候 他把那個西北角 那個角做一個堡 這個堡 他上次的堡 秘密叫安東尼堡 是尊敬他的朋友 安東尼 好 那這個堡就是這樣子 四方形 在這個角落 城牆的那個角落 就是這個堡 這個堡有什麼重要呢 這個堡是四方形的 它塔高35公尺 裡面呢 有一個 是大石頭鋪成的一個地方 叫做什麼 鋪滑石路 這四個字大概 有沒有印象 聖經的名字 聖經有這個鋪滑石路 因為羅馬軍呢 就在這個地方 訓練啊 遊戲啊 楚啊 好 圓圓福一十九堂十三節 一起唸 給他說 聽見這話 就帶耶穌出來 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 鋪滑石路 西伯蘭話 叫做 鋪滑大大 在那裡坐他 所以呢 聖經就有這個 鋪滑石路 鋪滑石處 但是 當時候不知道 也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已經兩千年前了 對不對 好 後來怎麼樣呢 這安東尼堡呢 在祖洛期的 不是毀掉了嗎 就 毀下去 這個鋪滑石處 就 被石頭通通蓋住了 蓋了很久很久 也沒有人知道 後來一個化國神路 把這塊地埋起來了 他1859年 建了一個修理院 好 這個修理院後來再建 在挖挖挖 挖到 鋪滑石處了 上面啊 有一些石頭 還有以前龍馬兵 那邊玩耍遊戲 那個格子 這就是鋪滑石 你看這個石頭 這是以前的 很久很久 你看 這當時他們玩的那個 龍馬兵 在這地方 那好 這安東尼堡 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什麼 他是苦路 十四站 就是從那邊開始算 第一站 第二站 都在這邊 然後才開始出去 所以這個是 安東尼堡 重要的地方 第一站就是說 耶穌被人家鞭打以後 把他帶著經濟 那叫第一站 第二站 就把他定罪 叫他揹施一下 開始走 這樣一站一站 開始下去走 所以我們就介紹這個苦路 Viatrosa 這很重要的 那 因為 現在這樣子 我們以前是 去的時候 從第一站 慢慢慢慢走到十四站 但是我發現 現在耶路撒亂的顏色 覺得這個好像不那麼重要 因為人家看就知道 為什麼不那麼重要 所以他們有時候 就從十四站 往回走 就是沒有那個 把他看得那麼重要 不過你們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苦路是什麼 就是 耶穌被審判以後 把他帶經濟 然後開始 一直走 走到哥哥他 整個 把他弄得十四站 一站一站 你看 這個每個禮拜五 派遍那邊的人 通通 去走 每個禮拜五 下 他們就從第一站 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第十四站 其實不是很遠 這就是這麼多人 那復活節 什麼什麼 什麼說了你都不用講了 人山人海的 這個就是一個站 一個站 就是一堆人 好 這十四站 其實自己十八世紀的時候 才被確定的 那這個第一 第五四 這幾個站 更是到第十九世紀 才把它定好的 好 一二站 在安東尼堡 三到九站 在路上 十到十四 就是在寺墓堂裡面 來 就是從這邊開始 安東尼堡就在這個地方 一二一走到寺墓堂 這叫苦路十四站 第一站 一世變賓堂 變財甯 再財甯 就在這一間 這個我們一起進去看 那出來外面又 那麼有一個拱門 記得 耶穌出來的時候 sine 毛不得 大跟 saint 那個 也有什麼 那時候 projeto 看啊 這個人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在紀念 这个拱门就是记内 看啊这人的那个拱门 第二站是 耶稣被盯着就是在突发时出 比达多在那边审判他的 这个就在这个里面 这可以看到那个修道院 那个底下那个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个龙马兵在那边玩的游戏 第三站 他们认为耶稣 变那个时刻很辛苦 跌了一下 这是第一次跌倒 但是圣经没有讲 那他们就在那边建了一个 在那边 耶稣跌下去 他们不然天主教就在那边 做了一个塑骨卡 这个 耶稣跌了一下 这是第三站 好 第四站呢 耶稣遇到他的妈妈 玛利亚 这两个 耶稣碰到他的妈妈 好 这是第四站 第五站呢 古丽来人 西南被那个龙马兵抓过来 帮耶稣被施驾 就是地方第五站 来帮他耶稣 这个教堂里面都有 有这个 第二站呢 有一个妇女 来帮耶稣擦脸 这个圣经也没有记载 但是 听说这个妇人 用那个毛巾 耶稣擦脸擦完 拿起来以后 这个毛巾上面 印着耶稣的脸 这一张毛巾 现在还在流传 还在 不知道已经传到什么地方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女人 罗尼卡 这个里面 教堂里面 第七站呢 耶稣又得倒 圣经又没有记载 这边又得倒了 第八站 耶稣安慰 为他哭心护脸 这个圣经有记载 路加回二三章 有许多妇人 许多百姓跟着耶稣 里面有些妇人就能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里面你不要为我哭 安慰他们 这一站应该是这一点 这个点 第九站 耶稣又得倒了 都没有记载 所以我觉得 耶稣上里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这几个站的就 不那么重视 他们这边也建了一个教堂 埃及建的 好 那第十 到第十三 就这五个站 全部都已经抵达哥哥山了 就是圣幕 现在建了一个圣幕堂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圣幕堂 这个 当时候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哥哥他 当时是一个彩石矿 专门在处决求患的 所以耶稣被他挤在那边 就是因为在处决求患的 那海伦纳他去找 去找 找耶稣的教宗 找到一个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一个主教告诉他说 耶稣死跟复活的地下 好像就在那个神庙下面 因为当时他们为了破坏这些点 建了很多神庙 那个神庙 那个神庙就是耶稣 他就去挖 挖了一个 果然挖到十字架 是不是那个十字架不知道 反正他就挖到十字架了 而且呢 就把一个十字架拿一块 木头就带回去了 所以他们就那个地方 把他建圣幕堂 专门令就相应建造 来纪念耶稣父母 然后就正式宪堂 但是一直建造三百八十年才完成 后来要被重修 这个基本的建筑就丢到现在 这样子 中间虽然经过大火啦 最后地震啊什么 但是他们保持 尽量保持原状 他们就好几个大丁 这些群里就打成协议说 这太旧了 我们来欢修一次 但是基本就是什么 尽量不要 非凡不可的 装修就好 非凡不可的你才能够改 所以你现在去看很多 破破旧旧的 新的旧的 加搭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样子 很希望把以前的尽量保留了 那圣母狼到之后 可以看到二楼 到二楼有两个教堂 一个是天主教的 一个是希腊政教的 天主教这边就是第十战跟十一战 那左边那个希腊政教的是第十二战 第十战那边可以看到一个 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壁画 这地方他们纪念 耶稣被人家把义务偷下来 第十战 这是亚伯拉罕 杀以撒的 第十一战呢 耶稣那个躺下去 也在钉十字架的地方 那这地方 耶稣躺在这边 变成钉十字架 钉钉子 那第十二战就是最举起来的地方 这举起来的地方 就在这个旁边一点 反正这个地方可以看 旁边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 把它放一个圆盘子 你可以用手机去摸 摸得到 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地方 十字架已经踩 踩的地方 就是那个洞 那个圆盘就是十字架立的地方 这个 主老师先摸摸摸摸摸 真的 这里有那个圆盘 放在那里 就是十字架当初 就是地上的地方 那第十三战呢 就是耶稣被取下来 取下来 放在石头上面 清洗 也只是十三战 那这个 十三战呢 它怎么做记号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 忧伤五星的一个雕像 这是葡萄牙王后送的 一七七八年送的 然后呢 那边有一块大礼石 很大的大礼石 就是耶稣放在那边 处理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那个下 然后这就是这一块 这块大礼石放在这地方 当然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 祷告啦 去青石头啦 这个就是他们认为 耶稣就是被放在这里 这个地方 耶稣被从十字架放下来 放下来 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要送进去 坟墓 第十四战就是被送进坟墓的地方 那这个第十四战呢 非常重要 因为耶稣被送进坟墓 在这个坟墓里面 所以他们特有进来建那个小教堂 就这样子 在这里面 这是第十四战 那这个每次呢 都是大摆长龙 这要进去的人 不要到了几圈 所以每 这道地方都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想要进去看耶稣 被放尸体的坟墓 这是外面正门要进去的地方 那这个里面进去的地方呢 有两个堂 前面是一个天使堂 就是妇人在那边遇到天使 后面呢 就是放到耶稣尸体的地方 那有一个石头 白色大理石头两公尺上 这个就是第一个堂 这是里面的第二个堂 好 这个以上介绍就是 那个古城的城门 上面很搭的城门 加上里面的四个区 但是这个圣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特别单独的圣面山 这是那个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里面呢 有奥马寺跟亚撒寺 那旁边枯枪在这旁边 那这边也有个厄培勒 桃骨公园 那这边也有个西南亚隧道 我们会介绍这几个 这几个 这个犹太教呢 一起认为圣殿山是 亚伯兰县以撒的地方 是圣殿的地方 不管是第一圣殿 第二圣殿第三圣殿 第一圣殿就是索罗门建的嘛 第二圣殿就是索罗巴佛 第三圣殿就是西南亚 不管是水面 反正就是圣殿 就在这个地方 亚伯兰县以撒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呢 回教认为 这个地方是亚伯兰县以撒玛利的地方 是默默的生天的地方 所以后来回教占领这个地方 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就在那块大石头 他们认为亚伯兰县以撒玛利 或者是默默的生天的地方 就建了一个什么 金顶寺 就是那个石头 他们在六海和山上 占领以后就在这边 建了一个两个 两个回教的 一个叫做金顶 一个叫做云顶 这个金顶 银顶 金顶有这么多个名字 这个是用 它这个金 这个物顶不是假的 是真的 是八十公斤的黄金顶弄的 所以这是 这是在那个 他们回教国王 这个阿比德玛利克建的 那他的儿子建银顶 他建金顶 他儿子建银顶 你看 八十公斤 三层花光 这个不是 你看 三层台 金顶 它里面 靠近看着 你看这个 很漂亮的 马赛克 大理石 那从上面看下去 就是什么地方 石头 这个石头 就是在圣殿中间这边 他们认为 这个地方就是 亚伯兰县 建伊斯玛利的地方 是 穆罕默德从这边登天的 圣天的 那这个是 要参观的时候 男生 不可以穿短裤 穿短裤的话 要借一个这个 毯子 是布 要围起来才能够进去 另外银顶呢 就是他的儿子建的 做了十六年间 这个进去里面 你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地台 跟这个柱子 这是亚撒士 那 这个是 1951年 那个 约旦国王 阿卜杜拉 来这边 朝拜 对不对 出去的时候 就在大门国被 被抢杀 就是这个地方 被那个石叶派 刺杀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 引领寺 好 那我们要介绍一个枯墙 这边就是枯墙 这个很大块的石头 这是他们 犹太人在那边 祷告啦 读经的地方 这个大西域建的 那个圣殿啊 罗马 罗马帝国来 祖后七十年 把圣殿毁掉 他说好 你们说你们圣殿 多厉害 多伟大 我就偏偏留一个墙给你们看 就留一片墙 你们被我毁掉了吗 就是 跟这个 这么 你们觉得这个 就 那个很宽嘛 很 雄伟的建筑 都被我毁掉了 你就知道 我多厉害 所以就留了一个墙给他们 那这个梁在西边 所以我叫做西墙 那这个 他们这个尖的时候呢 石头跟石头中间 并没有水泥 就这样晃上去 然后 底下呢 他们现在知道 底下其实比 我们现在去那边 看不是这样高吗 对不对 其实底下比这个更高 你就知道 他当时说那个 成长多 雄伟了 那你看 这都没有水泥了 所以他们呢 就祷告 写祷告文 祷告文就给他 塞在这边 你看 这个塞的满满的 这都是祷告文 又塞在这个里面 那枯墙 你这样看过去 那个底下 那个大块的 就是耶稣时代的 后来 比较小一点 是后来回教的时候 再见的 那这个地方呢 你这样面对那个墙 左边是男生 中间隔起来 右边是女生 那这个左边这个地方 你可以再靠近里面一点 那个末端 诶 有一个进去 可以进去 有一个通道 可以进去一个 小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这个地方 尤其他人在那边 读经 祷告 这个是那个墙 这个隔起来 女生在这边 男生在这边 男生在那边 你再往 镜头 这边有一个 可以进去 进到这里面 他们在那边 祷告啦 读经啦 那在这个地方 再往那边一直走 走的时候呢 这镜头 一直走到去 可以看那个拱门 这个拱门呢 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一个拱门 在这个地方 这个拱门就是 在这个1868年的时候 他们发现 叫做威尔逊拱门 好 那另外一个 俄伯勒考古公园 这个考古公园 就是在那个 又叫做西南墙公园 这个就是 考古学家 他们发现很多 1967年开始挖了 发现很多 以前耶稣时代 留下来的 很多东西 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这个 很多都是耶稣 实在留下来的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块石头 一个很大的石头 那个石头呢 长了十公尺 有五十多顿 这个石头上面有颗字 颗什么 颗追 吹脚之处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 这个石头 应该是以前 祭司 在吹脚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城墙 脚有一个石头 祭司在那边吹脚 安息日 结齐 圣经不是有讲 他们在吹脚吗 就是在的地方 这个石头 就掉在这里 这个石头 在这个公园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石头 那里面呢 还有看到一些 可能以前希腊时代 留下来的人 在洗水池那些 好 那枯墙的隧道 这个 从这边开始 日火在这边做过去 这个枯墙隧道 这个 不是每个团都会去 这个要特别申请 才能够进去 那我们已经申请了 会进去这个地方 他这边有一个 跟那个平行的 跟现在平行的隧道 这个隧道 以前 一天 一年 一年可以七千个旅客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进去以后 他就从原路出来 他很窄嘛 所以出去 再出来 路 不能过程度太多人 但是现在呢 可以 从这边进去 从后面那边出去了 所以现在已经改成 每年有四十万人吃了 那这隧道北端 就是从那个 那个修理院出去了 这就是里面 在那里面 就是那个 那个严忍圣殿堂旁边的 屁下 屁下 这个是里面的模型 你看这个 我们民企多年轻 你看 二十四年前 好了 那这个是最后一张相片 这张什么重要你知道吗 在左这个隧道的时候 这个相片 到一个点的时候 会让我们停下来 这上面有写 这上面英文有写 这个点 对进去里面是什么 就是 以前至圣所 至圣所有一个基石 那个地方 就在这个里面 它这个格子 格子那个 看不到 但是这个里面 就是以前 圣殿山的一个基石 这个上面有写 这就是西南讲隧道 这个晚上才回去看 这个我们已经有申请到了 好 谢谢 那个严忍圣殿 大概接到的地方 这是严忍圣殿 好 谢谢各位